為了重溫熱血大學時光 大門們週五下班相約騎車下雲林 不過因為回程時間的考量 星期六當晚我們便向雲林道別 前往台中 現在時間11點23分 我們現在帶姜怡婷 喔好直接講都是本名 玉女來到逢甲夜市 此生沒有來過台中的玉女 勢必是要體驗看看逢甲夜市的魅力 只不過我們稍早在雲林吃了一片香火鍋 根本飽到沒食慾 先說一下 你們現在飽足感0到5分 現在是幾分 我現在7 不是 是不是要那個啊 什麼 用手機查哪一家好吃啊 你在講什麼 你在講什麼 你在說什麼 我以為你們今天要一路吃到底耶 沒有 那我覺得我們就買個飲料就離開嗎 就我們逛 好人喔 我們是不是在買這個啊 很好喝 還都不會搭 來這個東西叫珠寶盒 媽祖旅遊行第一集出現的 攝影胖姐最愛的食物 哈哈太大了吧 珠寶盒 他的包裝好可愛喔 小時候很愛吃的東西嘛 現在長大了 力量也比較多了 那也不是說他不好吃 但只是說 他就是豬排啦 緊接著是隔壁攤的韓國年糕 直接吃他就會黏糕 大家在那邊靠北說多飽多飽 就也是一人買一份東西吃啊 我覺得很好吃耶 哈哈哈哈 你太傻 哈哈哈哈 好啦 因為他沒有燉到很臭 所以現在喝其實是剛好的 沒有很鹹 好吃嗎 不是很好吃 攝影大姐的臉嘴腫 攝影大姐開始腫起來 對 真的嗎 我們待會要去吃兩間餐廳 畢竟我們睡覺是為了什麼 為了吃更多 這間好 這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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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去吃餐廳的名字叫做 天津狗布里湯包 新一街五 你確實最少生活的湯包 我只能說Google Map 真的是越來越不可靠了 這間在新一街上的五名早餐店 店店大賣強龍 專賣天津狗布里湯包的他 在Google Maps 賣可是奪得4.4個星喔 好棒棒 吃他的醬 醬很好吃 醬很好吃 薑膀 薑膀也很好吃 因為他畢竟這裡還是 天津狗布里湯包嘛 所以吃湯包還重 我倒覺得包子好像 比較還好 我覺得這間就是 忠實呈現這個別的食物感的味道 欸 經過兩天的洗禮 大媽們已經紛紛陣亡 是的 從台北七來雲林開始 短短兩天的時間內 我們吃了拉麵 推翻吐司 麵線 麵糕 三四卷 蔬蘭果 鴨肉飯 火鍋 豬排 臭小年糕 沒有我滾了直接外加有點胃痛 這是最不正常的地方 緊接著我們要去吃蕭家烤肉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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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不開 你是沒有吃飽 應該現在是四分飽 你有沒有覺得吃一個開胃 四分飽 可能要吃的第二間早餐 正好沒有雲夜 讓玉女和盛影大姐 逃過一間 真的是很可愛耶 咖啡可以吃 走消化 我們飯後不往來個甜點 哇 哇 欸 很嚇死 哇 很清爽的口味 它不煮 又爽又痛苦 我也好痛 但覺得有點好吃 我沒有辦法整做這種不達的情緒 對於一個沒有來過台中的30歲女子來說 我認為其實帶她來這個地方 最能引起她悸動的心 公園眼科 我還在滾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昨晚還敢跨下海口 要在逢甲大吃特吃 你在說什麼 我也以為你們真的今天要一路吃到底耶 沒有 玉女女現在出現了一些迷流的表情 不管如何 我們還是要帶著玉女來看看 台中第一網美冰店 公園眼科 其實我自己也是三過公園而不入啦 畢竟每次經過都大排長龍 就透過這次來吃吃看看 公園眼科的超花醬冰品味道如何吧 我覺得她那隻蝴蝶非常非常假掰耶 它是土縫裡巴那種百香果 葡萄杏芋 葡萄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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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 不知道為什麼有什麼 很好吃耶 我整個乳酪蛋糕加優格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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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妳好爛 路走 現在吃個胃感覺 還想要翻 想要翻的感覺 有一個搖籃車在裡面晃 一直這樣 嘿哈哈哈哈 這裡面又很開心 是有人在打妳的胃這樣 然後這邊又打 我覺得我要先找廁所蹲一下 育女一說完 眾人十一進橋而出 三位大媽都已經徹底到晚點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去買長崎蛋糕 長崎蛋糕是台中神秘的存在 店內只有一款商品 而且僅接受現場預訂排隊 大媽們被告知兩小時後取貨 時間到沒有來拿就會取消資格 長崎蛋糕店內是禁止攝影的喔 大媽們為了等待蛋糕 放棄原有行程 閒萬的路上卻發現驚悚的手寫字 妳繼續破壞我家讓我有停才可以寫 拆除我家裝潢到處都是洞 什麼意思 女店員又趁我不在家找九十歲爸爸 後來是病為同職 由於中東指責都只向隔壁咖啡廳 讓我們決定進去一探究竟 最近是什麼可怕的咖啡廳 這還教授到留期保持團團的刑警 大媽們如佐料 淺來咖啡為200元 沒創短 接著喝喝喝喝喝的神宿 不過我本台大媽為厨俗之人 今天本不懂得隔壁 尤其不懂得隔壁 口齒留香榮 今天咱們就要聯絡這個事情 天天喝了一點點耶 菜單上出現名為屌的咖啡 愛幫城市的大媽們決定加價點來喝 屌味 我得說就是有種菜肴的味道 我喝不懂耶 是怕那個苦味嗎 對對對 他是覺得有苦 這個沒有那麼苦 這個也是水耶 水 哥哥打他 稱完開支於國民章子 依不容辭的詢問隔壁抗議標語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來的時候看到旁邊貼很多東西 沒有他要做那個 那就是我們準備要搬家的原因 因為其實這裡是租的啦 房東的上一帶 跟隔壁的地主的上一帶 本來就有口頭成功說要一起改建 現在他們要改建了 但是這裡我搶租了 所以他們就覺得說說好不算說 原來是因為重建爭議 讓咖啡廳外面掛滿抗議步調 這是他最早的那個藥房的扁兒 他民國39年秋天的時候 他在開業40周年紀念 只懂100多年歷史的房子 前身是傳說西餐廳 在經歷20多年荒廢狀態以後 被愛護古蹟的蔡老闆承租下來 從開始承租時鄰居的威脅 到現在鄰居在建築外盡情揮灑創意 有賣咖啡的存在 就是為了延長古蹟的生命 老闆經過長時間的努力 向政府申請古蹟保存 卻因為種種因素而被駁回 最終百年老建築 依舊會消失在這片土地上 等待了兩個小時 打亂了計畫 終於要拿蛋糕了 我們在台中的這個區域 鬼混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最後終於拿到這個長期蛋糕了 先來吃一塊 看一下大家的反應是怎麼樣 哇 好 我覺得很普通耶 真的假的 阿羅來文家花園 原來要禁止24天 並且喝醬了好家 十幾點已經來到傍晚5點 回程路上要吃大麵羹做晚餐的我們 吃了碧麵羹 於是在地圖上隨興找了一間4.4新的蛋仔麵 它那個整個肉燥香 然後伴隨這個甜味 OMG 感覺好像 稍微踩了一點 好好吃喔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大媽們起身回台北 明白 現在人已經在苗栗了 預計大概要在三個小時才會騎到台北 啊 你們知道嗎 我待會騎回去 我要剪那個馬祖第二支影片 因為我第二支影片卡了很久到有沒有剪完 啊 奇怪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人在主動 攝影大姐的老家 哈囉 那裡面還有誰 我們叔叔啊 叔叔帥嗎 幾歲 五十初 他們有沒有小朋友 因為他們那個車子看起來很拉風呢 沒有 沒有小朋友 就是這邊 我好像是在前樓 一直以來都拍錯 沒有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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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樣 這是哪裡 我們到台北市了 新北市 新北市 不好意思 這次真的 直接一票完到底 晚上十點半了 三峽老街 已經關門了 我是想說 反正都已經經過三峽了 或許是 可以買那個金牛角給我阿嬤吃 因為我阿嬤很愛吃金牛角 可是事到如今 應該是辦不到 最終我們到達板橋的時候 已經是晚間十一點 這期間也騎了五個半小時 今晚 我想來點大廳牛肉麵的 半斤半肉牛肉麵 我覺得這整個企劃就寫得非常好 最後的時候我們還來吃紅燒牛肉麵 跟我們一開始在林口吃那個清燉牛肉麵 就是有一個成仙起後的感覺 麵條嚼勁十足 你們試試看 這真的是很標準的牛肉麵 嗯 又好像 雖然味道很香 可是 今天有點硬 吃著暖呼呼的麵 跟自己最要好的姐妹們 談天說地 28歲的女孩們 真的辦到了 雖然時間不斷的流逝 我們卻能靠著熱情 將一起共創的美好片刻 停留在腦海裡 好痛 欸就是這種自殺感啊 對對對對對 大媽笑來一二三笑 趕快分享給你的好友 一起公路的行吧 對 對了一定有很多精子在心心念念 製造你大姐的軟蛋 啊我剛剛穿燈燈啦 哈哈哈哈 你看到他燈燈 我有穿內褲啊 幹嘛呢 我有穿內褲 你給我穿內褲 你給我穿內褲 要不讓精子們爽一波快點 你睡到就把你內褲脫下來 幹嘛呢 根本沒拍到啦 叫什麽 嘴唇 嘴唇 不把你開玩笑 都知道 好了 要死的 你去買這個 你吃東西 要死的 真的 要死的 要死的 你吃東西